大家好 今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就是全國新增的本土案例是82,363例 比昨天多 那境外移入的有72例 死亡的案例有42例 那42例裡面39例是病有慢性病 16例是完全沒有注射疫苗 80歲以上有22例 那特別提到有1例10歲的小孩子 因為腦炎然後過世 所以這裡還是要特別呼籲大家 要特別注意兒童嬰兒的這個腦炎的現象 那台灣看起來比其他的國家比例是偏高的 特別要提高警覺 那這個禮拜開始 我們已經在各個學校對6到11歲 給6到11歲的小朋友打疫苗 希望這個學童要打BNT疫苗的就是要在學校安排上 就趕快施打這個BNT的疫苗 那今天我們地方增加的案例是 三四一例 其中是南竿17例 東營9例 然後北竿5例 那其中就是我們部隊弟兄有10例 那學校的學生有4例 其他的包含有家庭群聚 還有民宿餐廳卡拉OK的工作人員 那特別注意就是有一個打麻將的案例 特別呼籲就是打麻將感染的機率是幾乎是百分之百 也希望說打麻將的這個要接受這個疫苗的時候 能夠詳實的告訴一起打麻將的人員 然後加以寬裂 避免疫情的擴散 這個特別要請大家配合 當然最重要這段時間 要避免打麻將群聚 或者是餐聚群聚 或者喝茶聊天 這都是風險很高的這個行為 那昨天開始我們用快晒 可以確診的 那31例裡面除了8例我們在做PCR之外 其他的都是由快晒陽性然後確診 這樣子可以加速就是疫調 以及要立即就可以需要給藥 就馬上可以給藥治療 這可以不管不僅僅可以提升 醫療的速度也可以 就是加速就醫療的照顧也可以 減緩這個醫療端的這個壓力 我想這個是一個更有效率的一個模式 那目前昨天操作起來看起來是 效果是蠻好的 那目前我們確診案例裡面 列管的是有219例 那居家照顧或者在集中檢疫所的 有215例 那在醫院治療的有4例 那已經痊癒解隔離或者出院了 也累積214例 那全縣目前累積的案例是433例 那今天新增的居家照顧有31名 那新增確診中有4例是陰轉陽的 那新增居家隔離的有72名 自動防疫的有61名 有關確診者的主機 有關確診者的主機 包含就是南北竿的這個7門市部 以及各個景點餐廳 還有包含中柱碼頭清水澳 東營白馬竿的廟 接受14廠 接受停車廠 福澳運動公園 陳宣捷大麥廠 以及搭乘這個南竿的公車等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疫情進入社區 那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 出入公共場所一定要落實防疫行生活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勤洗手 如果特別是家中有長輩 或者有小孩子的 出入公共場所要特別注意 手部的清潔回到家 做完手部的消毒以及喚醒衣物 可以保護家裡的長輩跟小朋友 那這個是今天的整體的疫情狀況 好